呵呵呵 今 去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今天是2023年5月14日 來往這款 數除百貨物與夢幻合成 這是一款可愛溫暖的 療癒系夢幻合成遊戲 於5月12日全面公測 在這裡我們將經營一家倉鼠百貨 面對形形色色可愛的倉鼠顧客 接受他們的委託 可以用小手鬥一鬥不同類型的顧客 他們將會帶來意外的回饋 遊戲玩起來比較輕鬆休閒治癒 簡單的跟著主線任務 完成建物建造 倉鼠員工升級的動作 這裡有各式各樣的可愛倉鼠 例如有健身鼠 學生鼠 富婆鼠 努力擴展我們的百貨公司 便利商店 甜品店 咖啡廳 健身房等 接著就是我試玩的遊戲幻滅與體驗 好的 來吧 數數百貨物魚 這邊有Google Facebook 跟遊客登錄 來吧 遊戲應該前幾天就通知上架了啦 我有預先註冊 但是想說是養成的遊戲就沒有特地 熬來玩 聲音好像沒聽到齁 好像還沒出來 有那個電話聲啊 哇 爸爸送我一個商場喔 這麼好 你是大小姐是不是 沒有 爸爸 送了一個破敗的 破舊了那個商場 我來看一下喔 開心收一下 好 我們可以小聲一點點 三組喔 感覺是不是日本遊戲啊 不知道 而且這個有點像那個倉鼠 小倉鼠喔 我有養一隻小倉鼠 呃 去年1月1號養的 我就跑去買 39元一隻 那養到現在已經快一年半了 應該是一年半了 他自己在那邊 在寵物店裡面就跑來跑去 可能也出生一陣子了吧 目前還沒有衰老的跡象 就是還能吃 能跑 能跳 能玩 每天草子要出來跟我玩 好 這邊是一個合成的玩法 飽滿夠大 確定 就是好的可以跟那個蜘蛛獅去合成 合併 把它解開這樣 就是一個合併 然後研發菜單的一個玩法 那色彩比較淡一點 比較亮一點 亮色系 好 升級一下 因為今天對我來說是5月14號的禮拜天 我在猜可能遊戲是12號出的吧 10號可能就上架了 12號 本來想說就不玩了 就跳過了 因為禮拜天嘛 沒什麼心有 有時候會想說 那就不要錄啊 休息一下 那沒關係啦 就 多錄一個 只是說這可能就沒什麼人會看 看的人比較少 就是我 遊戲有很多種類型嘛 有那種戰鬥的啊 然後有 解謎的啊 有 有判鎖的啊 或者是有這種三銷的啊 或是經營 模擬經營的啊 通常是三銷跟這種 模擬經營的 比較少人看 我的頻道啦 觀眾比較少人看 好 我們經營這個商場 跟著這個 代辦任務來做就可以了 這邊是 現在是手動結帳 有一點卡 好 這他15級 清理垃圾 我勒 功德心啊 功德心很重要啊 我拜託你快丟垃圾 快丟垃圾 好 為了他撿垃圾 叫他丟垃圾 就是 略略的卡 略略的卡 這邊是 增加那個員工的等級吧 然後提升他的收益 我養的倉鼠是那個三線鼠 就什麼 老公公鼠啊 老婆婆鼠啊 一線鼠 三線鼠 然後什麼天竺鼠啊 或是黃金鼠啊 那一類的啦 三線鼠 還算好養吧 你只能養一隻喔 我不是要升級嗎 這樣是不是 太卡啦 卡住啦 卡死了 卡死了 我重開吧 好 重開一下 就是 倉鼠這種動物就是 獨居動物啦 他不是群居動物 如果你 把兩隻養在一起 會有兩個結果 一個是打架 一個是如果是一公一母 就會生一堆小倉鼠 你就麻煩了 你麻煩就打了 會升很多 越升越多 那你會 你會控制不了 你又不可能直接把他們丟掉啊 也不可能直接把他們殺掉啊 太卡了啦 剛剛 不知道在卡什麼 我這邊也是卡卡的 等一下可能又要卡死了 我是用魔紋器玩 魔紋器 有時候會這樣 就是遇到一些遊戲優化沒有到很好 可能會發生這種狀況 至少你還可以換別的模擬器嘛 如果是你手機出現這些問題 你可能就不能玩 因為不可能為了一個遊戲去 換手機嘛 好 這種遊戲非常休閒 輕輕鬆鬆 我看到有人在那個Play商店說沒有一定要玩吧 也沒有說一定要一直玩 撿垃圾撿 又開始卡了又開始卡了 這種遊戲可以放大縮小 一定的 可以放大縮小 瓜子 不過我這輩子大概只會養這麼一次吧 倉鼠啊 我養過狗嘛 養過貓 然後現在養過倉鼠 之前也有養過鳥 鳥的話 養死了很多隻 沒有經驗買那個雏鳥來養 什麼太陽鳥啊 然後生病啊 趕快送動物醫院啊 失敗 後來有養成一隻啊 綠色的小鳥 有養成 可是有一天颱風天的時候 它飛走了 因為我們家沒關門 不知道跑去哪裡了 就找不到 大家有養過什麼動物的經驗 我們家那個 我養倉鼠嘛 然後那個 家裡的小朋友他們養那個竹節蟲 就那種 綠色那種竹節蟲 用就紙箱加網子就可以養 給它水跟葉子 然後竹節蟲會生一堆小竹節蟲 OMG 真的一箱又一箱然後就送人 然後我們的竹節蟲也是人家送我們的 這個孤都要升到十幾啊 我剛剛就是在這邊卡住嘛 看來我又要卡死了 啊我又卡死了 謝謝我又卡死了 OK再度重開 小時候還有養過什麼 喔我有養過魚啊 就是自己 家裡有養水族蟲沒錯 但是你有時候你在獨處的時候 你會買那個魚缸 去買那個中型魚缸或小魚缸來養 陶冶一下性情 然後養魚的時候養魚缸你就買 買一些什麼大肚魚啊什麼魚 一些小魚金魚回來養 然後那種魚送裡面都沒有很長 可能幾個月就會死掉 那你就要撈撈屍體 就要撈那些魚的屍體 那怎麼處理 只能丟掉啊 不然怎麼辦 我在養我倉鼠第一天 我在想說 欸如果有一天我倉鼠過 倉鼠過這時候我要怎麼處理啊 我應該不會再去花錢處理吧 火葬什麼的 因為貓咪死掉的時候有花錢 給那個動物醫院處理 他們會集中然後去活化 然後有人會念經這樣 你就寫你的名字這樣 把他名字寫起來 他可能會把他一起活化掉 是這樣啦 我那時候貓咪是這樣處理 貓咪是養了十幾年啦 因為貓咪如果你不要生病的話 可以活很久 跟狗不一樣 狗好像比較容易生病 所以我覺得養狗比較貴吧 因為生病的東西 看病的東西 所以養狗應該比較貴 而且狗也比較會吃啦 貓咪整天睡覺 只是說那個排泄物的話 你要買貓沙 好的貓沙 那種不錯的貓沙也是很貴 一包 你覺得買那個 好幾 七八百塊 貴的一千多塊 好像買一千多塊的 給我買一千多塊的 有可能幾公斤就一千多塊這樣 可以給他用一陣子這樣 好 這個倉鼠可以點他喔 這個聲音真的很像倉鼠的叫聲耶 雖然他很少很少叫 我家倉鼠很少叫 但他會有叫聲沒錯 好這邊要升到的儲集變一張電 簡單說這種遊戲就是點擊啦 點擊然後沒有什麼建造 因為 他的這個欄位都是固定的 點擊 好啦點擊建造 不太不太需要什麼經營啦 就是那種點擊賺錢的遊戲嘛 放置讓他賺錢的遊戲 這種題材有很多啊 醫院的啦 就經營一個醫院或是餐廳 或者什麼的都有 運動 運動場的也有 只是說這是 Kawaii的 Kawaii的那種 叔叔 倉鼠吧 破敗商場 我們目前的狀況是這樣 然後 很卡 遊戲很卡 這個是那個 找員工 倉鼠員工 高級員工化妝店 通過麵絲 好 海蛇 好奇怪喔 海蛇 我家的倉鼠我把他叫麻雞 就一個球啊 他身材就一個球而已啊 把他抓起來 他也不敢反抗 一開始很膽小 就是他一開始會怕你 但是你大概培養個 幾個月吧 看你常不常培養 我就是每天就餵他吃瓜子啊 然後讓他接觸你的手啊 讓他習慣你的味道 然後之後他就不會怕你 你就可以隨便抓他 他也不會怎樣 他也不會咬人 但你不要故意讓他咬啦 因為他 倉鼠 他很膽小 所以是膽小如鼠 加上他們是大近視 他們只看得到10公分的距離 所以他們是靠氣味去聞 這邊有一個這個 這好像小學生喔 小學生倉鼠 放學回家是不是 好這邊就是要去做這些代辦思想啊 你開始要去做什麼的 我為什麼不點因為我會卡死啊 剛才已經卡死了 一直卡嘛 卡頓卡頓然後就整個 城市都跑不動了 好那我們就玩到這邊把一個可愛風的這種 倉鼠 經營建造遊戲 經營建造遊戲 你可以買一些 保輪啊 給他跑啊 買一些玩具給他們玩啊 買一些房子給他住啊 我之前還做迷宮給他玩 就 那個大紙箱然後去做那個迷宮 給他玩 但是後來就沒有給他玩 因為我做的太矮了 他容易直接 跑出那個圍牆 那個那個牆壁就做太矮了 好那就先這樣囉 我是Hammu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 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 點讚 感谢观看